今天我们来聊聊鸡肉这道餐桌上的常客 看似鲜嫩美味 却藏着几个危险的毒素仓库 您吃了半辈子的鸡 真的吃对了吗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鸡身上有七个部位 打死也别吃 医生警告这些地方充满重金属 细菌和激素残留 一不小心吃上一口 都可能对健康造成危害 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次 大蟹八块的刨丁解鸡 足以揭开鸡身上 这七大禁区的真面目 看看您是不是也曾经重招过 首先鸡头重金属毒素的常生仓库 俗话说 十年鸡头晒劈霜 意思是养了十年的老鸡 它的鸡头毒性堪比劈霜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鸡在地上整天着实 土壤水源和饲料中的 有害金属颗粒 例如铅拱等重金属 都可能被吃进肚子里 随着血液循环 逐渐在鸡的脑部和头部血管中积聚 鸡活得越久 体内沉积的重金属和毒素就越多 而其中相当一部分 往往集中在鸡头 您想想看 那些有害物质 日积月累 全都储存在小小一颗鸡头里 您要是真吃下去 等于把这些重金属 一股脑儿 吃进自己的神经系统和肝肾器官 长期食用年纪大的鸡头 很可能伤害您的大脑神经 肝脏功能 对身体健康造成隐患 或许有人会说 平时吃的多是嫩鸡小鸡 鸡头个头也小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的确 相比老母鸡 老公鸡 那种养了几年的土鸡头 幼鸡的鸡头 含毒量要少很多 偶尔吃一次小鸡的头 问题不大 但前提是来源可靠的健康肉鸡 而农村养了好几年的老土鸡 它头部积累的重金属毒素 可不容小觑 为安全起见 建议您在处理鸡肉时 直接把整个鸡头剁下丢掉 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 或年龄偏大的鸡 更不要贪嘴吃头了 反正鸡头上的肉也不多 丢掉不可惜 健康更重要 其次 鸡脖子淋巴毒素的聚集重灾区 很多人喜欢啃鸡脖子 无论是鲁制的鸡颈 还是炒菜配料 鸡脖肉嫩味美 确实让人欲罢不能 但您可能没注意到 鸡脖子上布满了淋巴结和腺体 淋巴组织是动物的免疫器官 主要负责过滤含消灭细菌 病毒等病原体 在这个过程中 淋巴结本身就会携带 残留大量被过滤掉的细菌 病毒含毒素 简单来说 鸡脖子就是鸡体内的过滤网 把不少对鸡有害的东西 截留在了脖子皮下 如果我们在烹调前 没有彻底将鸡脖子的淋巴组织 清除干净 那吃下去就等于 把这张过滤网上拦住的细菌毒素 一并吞入肚中 增加感染风险 更何况 鸡脖子两侧 还紧邻着甲状腺等内分泌器官 甲状腺会产生甲状腺激素 调节鸡体内的新陈代谢 如果处理不慎 把鸡的甲状腺组织也吃进去 等于摄入额外的甲状腺激素 可能干扰我们自身的内分泌平衡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在过去一些地区 曾经发生过 因物食动物甲状腺 而导致甲状腺功能 紊乱的病例 所以鸡脖子这块 看似美味的部位 其实潜伏着双重危险 一是淋巴结聚集了各种残渣毒素 二是甲状腺含有过量激素 不加以处理就下肚 对健康非常不利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并非一定完全不能吃鸡脖子 而是要吃之前做好处理 正确的方法是 将鸡脖子的皮和外层脂肪彻底去除 尤其是皮下那些灰白色或黄色的小淋巴腺体 一定要用刀刮干净剪干净 只保留中间的颈部瘦肉和骨骼 很多老一辈的家政能手在料理吐鸡时 都会细心的剖开鸡脖表皮 把里面的淋巴结一粒粒挑出来 这样处理后再烹调鸡脖会安全的多 如果嫌麻烦 其实最干脆的办法是 直接少吃或不吃鸡脖子 特别是外面小摊上卖的酱烧鸡脖 来源和清理过程未必可靠 还是谨慎为妙 第三 鸡屁股病菌致癌物的垃圾回收站 接下来要说的鸡屁股 恐怕是许多人从小就被长辈叮嘱 千万别吃的部位 没错 鸡屁股其实就是肌尾部 那个凸起的小肉块 学名叫腔上囊 是一种鸟类独有的免疫器官 也被称为法式囊 这里是全身淋巴组织 最密集的地方之一 您可以把鸡屁股想象成鸡体内有害物质的垃圾回收站 鸡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毒素 病菌 病毒 甚至喂养过程中摄入的致癌物残留 很多都会在这个枪上囊中集中堆积 当鸡生病时法式囊还会肿大 里面充满着免疫系统过滤掉的垃圾 更糟糕的是 鸡屁股上方还长有一个微脂线 在鸡尾巴尖端 会分泌腥臭的油脂 攻击疏离羽毛 这个腺体不仅气味难闻 还容易滋生细菌和寄生虫 很多人在处理肌肉时 一闻到鸡屁股那股烧味 就知道这块一定要切掉 就算经过高温烹饪 腔上囊里的有害物质 和微脂线的腥臭粘液 也不可能被完全破坏殆尽 所以这整个鸡屁股部位 建议一律铲除丢弃 千万别觉得可惜 有人也许觉得鸡屁股煮汤特别香 或者喜欢烧烤鸡屯煎的口感 但长期食用这个部位 等于把鸡体内的病毒细菌毒素 全都吃进自己肚子 实在非常危险 有经验的厨师在宰杀整鸡时 都会干净利落的将整个尾部直接剪掉 包括那两个凸起的小肉球 尾脂线一起去除 这样鸡肉处理起来干净又安全 总之看到鸡屁股 您就应该条件反射的把它切除 不要存任何侥幸心理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毒素垃圾堆 不管多饿多残也千万别下口 第四 鸡肺灰尘病原体的污染隔绿器 接下来我们把整只鸡剖开 来看看内脏部分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贴附在鸡胸腔内壁两侧的鸡肺 鸡肺颜色暗红 质地松软 藏在肋骨缝隙间 不太起眼 但可别小看了它 鸡肺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污染过滤器 我们都知道 肺是呼吸器官 直接和外界空气接触 鸡在呼吸的时候 空气中的灰尘 细菌 病毒 等等微生物和颗粒 都可能被吸入肺部 那些对鸡有害的东西 有一部分就沉积在肺的组织里 仿佛口罩过滤网一样 给黏在了肺中 更麻烦的是 鸡肺的构造特殊 表面布满海绵状的小孔和气囊 不像鸡肉块可以冲洗 鸡肺里的脏东西 很难靠清水彻底洗干净 有时 我们买回整鸡自己处理 发现鸡肺牢牢的卡在肋骨间 用手指抠出来时 还能看到里面 藏着暗红色的血块和沉积物 这些都是鸡生前呼吸留下的污染痕迹 如果这些肺没有清理 就下锅烹煮 里面的病菌 病毒和灰尘颗粒 就会随食物一起进入我们人体 想一想就让人发毛 吃这样的鸡肺 不就等于吃下了满满的细菌 灰尘吗 那对健康的威胁 可想而知 因此 鸡肺绝对不是人吃的东西 平时我们在市场买的 宰杀好白条鸡 有时肺脏还残留在胸腔里 要记得仔细把它抠干净丢掉 很多讲究的吃货 在白斩鸡上桌前 会先检查鸡动体内壁 有没有遗留暗红色的肺液 如果有 一定要剔除 不少人可能压根没吃过鸡肺 但也有人喜欢把祖熟鸡胸骨上的软肺 刮下来尝鲜 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重口味勇士 劝他三思而后行 千万别因一时好奇 把污染的隔绿器吃进度 第五 鸡肝和鸡肾药物重金属的储存库 继续我们的解剖之旅 接下来看到的就是鸡肝 鸡肾等内脏器官了 很多人平时爱吃烧烤鸡肝 爆炒鸡杂之类的美味 但您可知道 鸡肝是机体内解毒 和养分储存的重要器官 而鸡肾是主要的代谢排泄器官 正因为担负这样的功能 这两个部位往往成了药物残留 和毒素堆积的储存库 先说鸡肝 鸡饲养过程中用到的各种药物 例如抗生素或者饲料 水源里的重金属 都可能随血液进入肝脏 肝脏就像一个处理厂 虽然能解毒分解一部分有害物质 但还是会有残留累积下来 特别是在不良养殖环境下长大的鸡 肝脏里可能残留超量的药物和重金属 至于鸡肾 它的主要工作是过滤血液 排出代谢废物 如果鸡长期涉入含重金属的饲料水源 肾脂之中也会积聚那些重金属和毒素 有人形象的比喻鸡肝鸡肾 是百宝箱 里头什么都有 有鸡需要的营养 也有它身上残留的药物和毒素 当然 我们并不是说一口都不能吃这两样 毕竟鸡肝富含铁质和维生素A 偶尔适量吃对人体有益 但是务必要确保来源安全 处理干净 且不要过量食用 挑选时 最好选健康饰养的嫩鸡肝 颜色正常 无一点的为佳 如果发现鸡肝颜色特别暗沉或斑驳 可能就含有较多有害残留 绝对不能入口 鸡肾 其实就是鸡腰子 一般紧贴在鸡背脊内侧两边 有时宰杀处理时会残留在鸡洞体内 它呈深红色小豆瓣状 一只鸡有两枚 建议您将鸡肾挖出后多冲洗 浸泡一下 去除血水中可能的代谢废物 再充分煮熟透 如果有条件 这两样内脏少吃为妙 尤其是老人 小孩 以及孕妇等体质敏感的人群 对重金属和药物残留更要谨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鸡体内还藏着两颗不起眼的小黄豆粒 这就是鸡的肾上线 它们紧邻着鸡肾 负责分泌肾上线素等激素 鸡肾上线虽小 却含有高浓度的激素 如果不小心误食 可能导致一实体内肾上线素飙升 让人出现心跳加速 血压升高等反应 长期摄入过量肾上线素 对人体神经系统和心血管都有潜在危害 索性一般我们处理鸡杂时 常常会把靠近鸡肾那团黄黄的小线体 揪掉丢掉 所以您在清洗鸡腰指时 也请多留心 把这对黄色肾上线顺手去掉 千万别下锅 总的来说 鸡的肝肾和相邻的线体 都不是适合大量食用的部位 它们积累的有害残留 可能远高于鸡的肌肉部分 偶尔尝鲜可以 但务必清洗干净 煮熟透再吃 更不要天天拿鸡肝当补品蒙补 否则摄入太多毒素反而伤身 第六 鸡翅间注射药物的残留集中地 喜欢吃鸡翅的朋友不少 无论可乐鸡翅还是烤鸡翅 都令人食指大动 然而您是否注意到 在市场上鸡翅中 鸡中断通常价格较高 而鸡翅间 鸡翅最末端那一小节 却往往很便宜 有时甚至被当作边角料处理 为什么鸡翅间不受待见呢 其实这和养鸡过程中的药物注射有关 一些养殖户在给鸡打针时 常常选择翅膀部位下针 尤其是翅间末端容易下手 因为翅间肉少 血管神经末梢比较多 注射时鸡不容易挣扎 而且就算有药物残留 翅间这段平时人们也不太吃 大可废弃不用 久而久之 鸡翅间就成了各种激素 抗生素注射的首选地 如果有药物残留 它自然也是集中在这个部位了 除了人工注射 鸡翅间本身也是淋巴腺的聚集地 鸡翅是活动频繁的肢体 末梢的翅间虽然肉少 但淋巴结不少 淋巴结残留的细菌毒素 我们前面已经提过 不处理干净 吃下去对人不好 所以 无论从养殖用药角度 还是从机体免疫构造角度来讲 鸡翅间都不是适合食用的部分 有的人爱啃炸鸡翅膀 往往把那尖尖的部分 也嘎嘣脆吃掉 殊不知 把前肠的激素药物残留 一起吞进肚子 如果常常这样吃 难免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 尤其是正在发育的孩子和女性朋友 更要甚吃这种可能含有激素残留的部位 避免影响正常的生理发育 所以建议大家在烹饪整次的菜肴时 可以提前把鸡翅间那一小节切掉丢弃 反正翅间基本没有肉 口感也差 去掉并不影响美味 而如果是分装冷冻的鸡翅中买回来 通常已经没有翅间部分 可以相对放心 总之 下次吃鸡翅时 不妨留心一下这个细节 那些尖尖的次端 还是别入口为妙 第七 鸡皮油脂药物的藏污温床 最后我们来说说很多吃货的最爱鸡皮 有人爱吃烤鸡时那层金黄酥脆的皮 有人钟情百斩鸡皮下的Q弹胶质 不得不承认 鸡皮的口感确实迷人 然而您可曾想到 鸡皮却是脂肪和残留药物的藏身之所 这话怎讲 首先鸡皮 特别是皮下脂肪 含有极高的油脂 脂肪有一个特性 容易溶解并储存脂荣性的有害物质 如果鸡在饲养过程中 接触了环境污染物 或被投喂了一些药物添加剂 其中脂荣性的毒素 比如某些农药 抗生素 激素类化合物 就非常容易积存在脂肪组织中 而鸡皮底下 正是厚厚的脂肪层 久而久之就成了藏污纳垢的温床 其次 处理肌肉时 如果没把皮下的淋巴组织和毛囊清理干净 那些东西也都残留在鸡皮上 我们平时吃带皮肌肉时 偶尔会看到皮下白色的小节节或黑色的小毛点 没错 那些就是残留的淋巴结或毛囊 有人不在意直接下肚 但别忘了 淋巴结里可能含有病菌毒素 毛囊里甚至可能残存着当初拔毛没拔干净的毛根 细菌 不仔细清理就吃鸡皮 等于把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一块吞了 再次 在集约化养殖环境中 鸡皮往往也是药物残留的重灾区之一 有些养殖场为了防病 吹肥 可能会在饲料或饮水中加入药物 这些药物有的会残留在肌体各处 其中皮下脂肪就是高发部位 特别是注水肌 屠宰前后给肌肉组织注射水分增加重量的劣质操作 皮下组织会因大量渗水而导致淋巴液没排干净 肉质松散 这种鸡皮你用手一捏会滑溜溜的 或者翅膀上能看到针孔红点 遇到这种皮肤不新鲜 疑似打过水的鸡 最好进而远之 因为它不仅口感差 还暗示着卫生隐患 说了这么多 并不是叫大家从此对鸡皮进而远之 偶尔吃一点经过高温烘烤 煮熟的鸡皮问题不大 但贪多无益 特别是本身血脂偏高 肥胖或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 鸡皮更要少吃 烹饪时可以选择去皮或削减部分鸡皮再煮 既能减少脂肪摄入 也避免把皮下藏着的不干净东西吃下肚 说了这么多 让我们总结一下吧 鸡身上的这七大部位 鸡头 鸡脖子 鸡屁股 鸡肺 鸡肝肾 鸡翅肩 鸡皮都不建议大家使用 或一定要非常慎重的处理后再使用 它们要么是毒素重金属的储藏室 要么是细菌病毒的温床 要么含有过量激素和残留药物 对待这些部位 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剔除 绝不入口 以免因一时嘴馋 埋下健康隐患 当然 我们并不是说肌肉本身不健康 相反 肌肉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肉类 剩下的可食部分 适当吃对人体大有益处 我们需要警惕的 只是鸡身上上述那些容易藏污纳垢的部位 在享受美味鸡肉的同时 多留一份心 处理鸡肉时 把毒素隐患清理干净 您就能放心享用美食 给家人带来营养的同时 也保障了安全 最后 再给大家几个安全吃鸡的小技巧 购买鸡肉时 尽量选择大型超市 或幸运好的市场 确保鸡源头简易合格 新鲜屠宰 挑鸡时可以看皮肤和肉色 新鲜肌肉应该皮肤干爽有弹性 肉色淡粉红 如果摸起来黏手 颜色发黑发紫 就不要买 还有刚提到的 辨别注水鸡的方法 翅膀下若有不正常的淤血红点 皮下滑腻胜水 说明这鸡动过手脚 买回家后 务必按照我们前面说的 把鸡头 鸡屁股 鸡肺 鸡翅肩等统统清理干净 该摘除的摘除 该丢弃的丢弃 内脏比如肝肾 反复冲洗干净 再烹调 最后 一定要将肌肉高温 煮熟煮透 这样才能杀灭 潜在的有害病源 做好了以上这些 您就可以安心的大块躲移了 让我们既满足口腹之欲 又守护好自身的健康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帮助您避开饮食中的 那些隐形雷区 下次再看到这些鸡的毒素部位 记得打死也别吃 愿大家都吃得开心 吃得安全 您的身体会感谢您的名字选择 祝愿各位观众 都能健康长寿 远离那些不该吃的危险部位 真正做到把每一顿饭 都吃出安心和养生的效果